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跟大家说到天堂M9月25号韩版骑士大改版的相关资讯 那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关于技能的说明吧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神话级技能先锋 他的前身是晕眩之剑专家 改版后变成一个范围的简易技能 使用的时候会一定几率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一个无法防御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 骑士使用冲晕技能就会100%命中 至于你中这个debuff的玩家 你也是无法使用技能跟瞬移的 包含回卷也不能用 而且你不能使用任何的保命技能解除 施法者使用这个技能之后会进入觉醒状态 会增加他的反击皮杖发动率 而且消除了被打的僵直效果 他这边有额外提到绝对晕眩的持续时间 会受到攻击者的晕命还有防御者的晕抗影响 另外这里也有提到原本的晕眩之剑专家的被动效果 直接转移到晕眩之剑技能里面 所以另外一招晕眩之剑 他的技能除了改进晕眩命之外 并且增加了攻击范围 晕眩时间增加而且伤害变大 并且同步套用了原本的晕眩之剑专家技能效果 再来提到传说级技能 第一个是昏迷大师 他的全身技能是极致大师 为幻影之刃增加了幻影推进剑的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提高你的跑速 你如果学了幻影之刃专家之后 幻影推进剑的额外效果 就是增加跑速跟直接穿人 然后再来幻影之刃的成功连结 改为幻影装甲效果 就是增加减伤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能力 就是为经济晕眩之剑增加了 抑制对方反击技能的减益效果 再来下一个技能是冲击之晕大师 他增加了技能命中率 而且增加了技能范围 幻影之刃专家他增加了命中率 再来是反击屏障大师 这个技能在反伤里面增加了与攻击者伤害成一定比例的额外反击伤害 然后所有的反击技能特效都改变了 然后这边他提到两点 第一个最大的反伤与使用者的禁忌率伤害成正比 也就是说你的攻击力越高你的反伤就越痛 然后维持原本旧版的反击屏障大师的暴击减少跟反击减少效果 下面一个是反击屏障君主 他是原本的反击屏障老兵 然后他的能力是增加反击的闪避率跟反击的伤害 然后新增了减少破坏屏障的命中率 然后原本的HP恢复量增加 他原本是恢复800 现在可能会变得更多 下个技能转发 他原本是进化大师 他会依照一定的几率让目标的攻击 还有冲刺效果回避掉 并且启动了恢复效果 受到伤害与禁忌伤害成比例的减少 也就是说你伤害越高你的减伤就越高 然后当回复效果启动的时候 会让你的攻击力变成100%命中 如果你把冲刺过来的目标弹开 目标就会受到一个僵子的冲晕效果 下个技能是原本的进化专家 他增加了HP的回复量 然后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新增了可以解除恐惧和挑衅的状态 缓速免疫的效果 他继承了原本的进化大师能力 等于说两招进化合并为一招 再来我们看一下英雄级技能 第一个是冲击之晕老兵 他的技能命中率增加 而且增加了技能范围 幻影之刃 技能命中率增加 然后下个技能是反击屏障老兵 他的前身就是反击屏障 他增加了反屏的发动率 然后新增了HP恢复的能力 下个技能是自豪 他的前身是锐利攻击 能力是使双手剑的攻速提升 主动施展时候还会使跑速大幅提升 大约是7秒 并且增加了无视近距离回避的能力 然后下个技能是猛烈攻击 他更新后的能力是伤害增加 然后再来是会发动 拆除技能的第三段斩棘 一定几率会无视目标的反击屏障 再来下个技能是红技的进化 他改动后HP恢复量增加 下个技能是充能昏迷 第一个是他取消了技能中断后的秒数惩罚 第二个能力是你集气完成之后 无需选择目标 可以自动对敌人施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般的白技 第一个技能是冲击之晕 增加了技能的使用范围 然后新增了一个反击屏障 再来另外一个新技能是汤特 这里应该就是所谓的Counter吧 我在想 就是针对怪物可以开启范围嘲讽技能 然后这个原本是头直 它更新为可以跟乌鸦一样 有独家的攻击权 暂时提高你的移动速度 减少MP消耗 剑术是原本的双手剑精通 它整合了原本的单手剑精通效果 并且增加了与外形无关的双手剑武器射程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使用一格的变身 去打两格的效果 同时单手剑的物理伤害也会增加 再来如果你升级技能的话 双手剑的物理伤害会提高 三倍攻击的发动率也会提升 下一个是强力攻击 它更新的现有的技能图案 然后这边它有个技能没提到 那个技能就是我们说的拆除 那这个技能是原本的单手剑精通去做更新的 两个白技的新技能 反击屏障跟汤特 它是使用金币跟魔法商人购买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骑士改版的第二个重点 新增了变身娃娃跟圣物 变身新增的英雄级变身 加罗它使用300万变身币就可以制作了 娃娃的部分新增了一个英雄级的娃娃 这边翻译是芋头 它也是使用300万娃娃币可以兑换的 再来新增6个圣物 4个蓝的2个绿的 然后稀有的蓝圣物 它目前的取得方式 可以从遗忘之道的boss掉落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新增了 唯一级的圣物 吉尔塔斯的号角 吉尔塔斯号角它的能力是 经验值加30% 最大生命加15%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15% 从白道经济的等级加1 然后晕抗孔抗加10% 晕命孔命加10% 技能是终极成长 还有个专属技能终极尊严 然后绝景之后会获得一个终极混沌的技能 终极成长 这个技能非常的OP 它可以让使用者的物品减取距离增加5格 队员经验值增加 类似一个圣剑的小团结 而且它的能力是比团结更强的 它到第三名队员就有12%的经验加成 到第四名队员会有总共15%的经验加成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能力 终极混沌 攻击时2%几率发动 可以将目标的药水恢复转化为伤害量 并且将部分的治疗魔法转化为伤害量 它就有点类似治愈逆行的感觉 然后这边有特别提到一下 当终极成长跟雷神的万子之手同时存在的时候 它会以终极成长的效果为主体 接下来最后一个能力是 1000万名誉币可以学到的终极尊严 攻击时有5%几率可以发动 发动时会消耗10个名誉币 能力就是立即取消目标的圣物 并且10秒内无法再召唤圣物 这个能力我只能说OP啊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什么技能 可以直接拆除对方的装备或武器 再来如果你有唯一级生物的话 你会获得永久的魔法卷轴 铠甲护持跟强力无所遁形 再来骑士改版的第四个重点 就是新增了许多的装备收集品 第五个更新重点就是欧灵痕迹第八戏 新增了技能联动效果 它叫做协同 只要你在单场游戏内 获得指定的几个技能 就会额外开启这个技能协同 像你如果取得了四召唤的技能 你就会获得异世界君王的召唤 就是吉尔塔斯 其他内容就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第五个更新重点 应该就是大家期待的 180万名义币跟300万名义币兑换的活动技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骑士的子计好了 骑士的第一招子计 可以兑换的是昏迷大师 还有进化专家 那第二个子计联动 可以兑换的是转发 还有幻影之刃专家 再来这次改版还新增了两把蓝武 魔族双手剑跟魔族匕首 再来这次的第六个重点是 一般服新增了圣物转卡的自选 使用的是英雄或传说级的圣物转卡 第五次之后 就会进入特别转卡的环节 接下来是第七个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改善了仓库的存取 跟领出的功能 它把原本只能存20件的商品 变成40件 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存装备 你可以一件存装跟一件领装 好了 以上就是韩版这次9月25号 我觉得改版后比较重要的几个消息 那接下来我还要帮大家整理出 骑士的所有技能总表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吧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